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六環彩環節 我世榮又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我會用333 2 2 1的組合方式 一共108個組合 兩元煮六環彩 就和大家說說六環彩的選擇 給大家做個參考 未說之前記得右手邊有一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記得六環彩是最後的六場 跑入頭兩名就可以中六環彩 如果六場都跑完第一 還可以中六保獎 馬上帶大家看看這次六環彩我選了甚麼馬 頭一關是3P長次 7 8 9 跑到牛 高尖軟竹上次輸頸給神龍區 神龍區加分應該不夠跑 精準快車試二千 上次走兩段 十四檔加州十大不夠波仔跑 精準快車增程都應該OK 反而西利哥正宗二千馬 其實他在這個路程已經贏過 出了一次都贏 再跑應該贏面都大 不要理他上次谷草不行 去到第六場 三坪其實複日照沒事就贏了 但都怕他會有事 看看一檔顯心聲可不可以 獸陽五磅偷去計 兩坪都不行 不要緊 還有黃蝦王這坪大冷門 你信不信賽漢會否抵出 另外第七場一隻OK吧 馬王金槍六十 不行都是幸福少傭過去 怎麼都有六環彩 至於後面真的要三隻 二千這場有點懶 家應之星增程二千可能真的放到 看報速而已 將王贏過用戰神區這些大熱門 真的這麼划算嗎 讓將王受讓其實划算一點 時事有餘 和添滿意 時事精彩的跑 根本級數高了 今次又有1、2、3磅都屬於划算 要這三隻 這場要兩隻 經常賣Q1800 沙田加州十大和魯魯繩兩匹比較厲害 去到尾場 包裝之星這隻馬質素不錯 大家不妨試一下 如果不行 陳家希輕綁馬 這隻團結精神 和大千師中華盛景前面 這兩隻都贏了 他可否保重 繼續挑選他大冷館試試 不要加州星球 搏他放斷 如果大家都看不到是甚麼馬的話 右邊有這波波 可以大家看看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六環彩 稍後還會有甚麼 隔夜非錢財經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喜歡 就右手邊訂閱世榮香港人蔡馬頻道 明天還有我和Kitty做節目 大創南北之後 Live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